大家好 我是傑克森 那錄音的時候的底噪 常常是很多動態攝影新手的煩惱 尤其當你不知道怎麼樣適當的去調整你的收音設備的話 一不小心你的聲音就會變成這樣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我們單機作業在拍片的時候 收音的音量 會怎麼樣去調整它 先來講一下什麼是底噪好了 那任何有電的這個感測設備都會有所謂的底噪 你對著麥克風講話 聲音也就是所謂的訊號 那訊號要從麥克風傳到相機 也就是傳到錄音端 它是靠電流去傳輸的 跟我們小時候學的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那一旦有電就算你沒發出聲音 一樣會有電流所產生的這些雜訊 那我們通常就會將它稱之為 底噪 所以當你把耳機插到電腦上面的時候 就算你沒有放音樂 你也沒有放影片 都還是會聽到一個沙沙聲 那個就是底噪 好那麥克風在錄音的時候呢 會有訊號跟底噪 同時被送到相機 那不管你是基底麥克風 或者是無線麥克風 只要有電的通通都一樣 都會有底噪 那這個時候呢如果你對著麥克風 講話的音量太小 或者是你收音的距離太遠 那所謂的訊號 它就很容易被這個底噪 給淹沒 因為你 聲音小嘛 但是底噪它不管怎麼樣都是固定的 這個時候你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 設法去拉開這個訊號跟底噪 之間的這個距離 那這個距離呢就是所謂的訊噪比 那通常比較優異的錄音設備 它的訊噪比都很高 動態範圍很廣 那它本身電流呢 所產生的這個底噪也很小 這個時候訊號就算很弱 到了後期你把它放大 因為它底噪很小 聲音還是可以很乾淨 但是 如果你的麥克風 你的錄音設備 本身就是很普通的東西 環境又很吵雜 那這個時候呢你就必須要自己去創造 這個高訊噪比 怎麼創造呢 收音的時候麥克風盡量的去靠近 聲音的來源 確保收錄到 足夠的音量 不過也要注意啦麥克風本身也有所謂的聲壓極限 小心不要爆音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我們之前分享的這一集 好那如果你已經很靠近音源但是音量 就是不夠的話 你應該要先調麥克風呢還是要先調相機端 記得一件事情 上游的水總是最乾淨的 所以可以先調麥克風就先調麥克風 那現在很多麥克風都已經有所謂的自供電 自己調音量輸出的這個功能 那你最好就從這邊開始調起 除非 他沒得調 那如果麥克風輸出的音量明明就可以很 大 但是你卻把它調到很小 也許是不小心的啦 然後呢你用相機這邊 拚了命的去把這個訊號放大 把錄音音量拉高 最後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的底噪 慘不忍睹 這個就是標準 後天的訊照比太低 麥克風出來的訊號太弱 底噪又是固定的 那一旦 相機端 把這個訊號放大的時候 那底噪就會跟著一起炸掉 那上次有觀眾留言給我說 他看到有人說 把相機的音量調到1 也就是最小 然後再把麥克風輸出的音量調到最大 這樣就可以避免這個機內底噪的發聲 那進而創造出極高的這個訊照比 那這樣做我是覺得有點不太好啦 第一你看不到這個相機的這個深波電瓶跳動 你不覺得還蠻恐怖的嗎 萬一根本就沒收到音 你要怎麼辦 你的相機錄音量關到那麼小的時候 你連用監聽耳機可能都聽不到聲音了 再來我自己實測了一下 把相機的錄音音量關到最小 然後麥克風的音量開大 到了後期我放大這個音量的時候 感覺不太到底噪有什麼明顯的差異 現在這樣就是相機的錄音音量關到最小 麥克風開到最大 你聽得到底噪嗎 現在這樣子呢是相機的錄音音量在預設值 大概中間的位置 然後麥克風大概輸出七八分的位置 你聽得出來底噪有什麼差異嗎 還是說根本就 一樣 那這個可能也代表相機端它的放大器 在處理這個訊照比的時候 它表現得還不錯 但是這麼做的優勢也沒有到非常的明顯 而且你可能要小心另外一個問題 專業相機或者是錄音機的訊照比 通常都不錯 只要麥克風的訊照比OK 那基本上相機端幾乎也不會再產生什麼 新的底噪 可是一樣的動作 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些比較低階的相機 或者是錄音設備上面 這樣做 很有可能 你麥克風進來的這個訊號 那它經過放大器的時候 它還會經過其他的電子環節 或者說其他的功能 那這些其他的功能 很有可能就會產生新的底噪 那如果你進來的訊號不夠強 你的訊號沒有放大 它可能就會直接被淹沒在這些 底噪裡面 所以麥克風開大沒問題 但你的錄音端適中就好 太大 可能會爆音 那太小 也有可能會有這個底噪的問題 那通常相機端都可以看得到這個分貝的單位 我自己通常拍攝的話 會讓講話的音量維持在大概-6dB的地方 那是因為我自己可以掌控音量 不會打火或打叫 那如果是在拍攝那種 音量會突然爆衝上去的人 或者是動物 或是車子 那我可能會維持標準音量在-10dB左右 除非你的錄音設備 真的很讚 可能都爆表了 後期還有辦法把這個爆音拉回來 不然我寧可小聲一點 多一點底噪也不要爆音 因為些微的底噪啊到了後期都是很好處理的 但是爆音就相對麻煩很多 最好是不要遇到啦 那如果遇到的話可以參考我們這一集的分享 以上的資訊呢都是來自於個人的一些拍攝經驗啦 那老實說大部分時候 你糾結那個很微小的底噪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那除了電流之外 環境中 也有很多底噪 比如說 冷氣啊 電風扇啊 或者是一些電氣設備 那當然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的去降低這些東西的影響 那如果真的要很徹底的話 最徹底的方式當然就是買一支超強的麥克風 弄個隔音間 錄音室 什麼都在裡面錄 這樣子底噪最小 但是就 拍攝實務上來說 這就不是可能的事情嘛 包括我現在 每次在拍這個分享影片的時候 我外面就是大馬路 大家也常常都會聽到很多車子呼嘯的過 那你要我為了 避免這件事情去買一個超貴 好幾萬塊的麥克風來做 就近期來說我是覺得 CP值並沒有很高啦 當然啦如果你有那個口袋去投資設備 那當然最好嘛 那不管怎麼樣 操作得當 還是最重要的 那今天的影片希望多多少少對大家有一些幫助啦 那如果你在收音或者說控制底噪方面有什麼更好的意見 或者是經驗分享 或者是問題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是傑克森 專為創作者找好方法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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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